其实对于我来讲 我希望的是能够塑造一个角色 一个塑造角色的过程 不光是你一个人努力就可以完成 你需要去跟一个很好的团队 很好的剧本 很好的一个主创的探讨 才能去塑造一个好的角色 我说的不会演戏 不是说我不会演了 或者我演腻了 而是当你很努力地去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 其他的人跟你不在同一个频率的那种状态 其实是很难去完成一个塑造角色这样一个任务 所以对我来说那个阶段会比较痛苦 因为我自己是希望能够去塑造好每一个角色 每一个人物的 但是这个需要是天时地利人和 遇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创的团队 但后来我演戏的整个过程 都会更加在意主创的整个氛围式 因为我之前也饰演过就是说相同类似的角色 虽然是角色有所变化 但它的情节 人物的感觉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这个变化不能说你作为演员 你一定要去硬去把这个人物变成一个另一种诠释的方式 这也需要去衡量这个题材 然后他们拍摄的方式 这个角色的感觉 不能是自己硬要转型的那种 所以我只能去尽力地挑选一些 我觉得打开我未知领域 或者我没有挑战过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 20多岁这个年龄段 还是一个吸收跟成长的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我不能一直在吃一个老本 然后不断地反复演同一个角色 那我30岁之后的演艺生涯还怎么走 我觉得我没有太多的人生阅历 我是没有办法去演那么多各式各样的角色的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给自己的规划 就是我愿意去尝试不同的领域跟不同的角色 然后去开拓自己的可能性 慢慢地一回声二回首 同样的类型的角色 就像我在上一部戏饰演了警察 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但是我之前演前几场戏的时候 就心里特别没变 但慢慢地演起来 我会发现我的自信心在上升 但如果下一次再让我演一个警察 或者一个更有意思的 更不一样的警察的角色的时候 我相信我会演得更好 而不是就像第一次演会有一种陌生感 不自信感 今天上班怎么样 挺好的 跟同事相处也还行吗 都挺好的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吧 就是对待自己的父母 对家里面的人都是报喜不报应 因为不希望自己已经因为自己的工作 或者其他的事情很苦恼 别再把这份苦恼的传播给别人 我自己的吸收能力还是挺小的 我自己像是每遇到一个特别困难或者特别困扰我的问题的时候 自己会想很久 想想想 就像解一道数学题一样 就一步一步一步 慢慢地去把他这个答案找到 所以我已经习惯了这样去遇到一个困难去解决 遇到一个困难 慢慢地习惯了自己 去对话 生活状态方面 我觉得有很多能够去让自己变得开心一点的方式 像我几乎现在每天拍戏回到自己的住所 我就是听相声 就是打开相声然后停 然后自己做功课 这种很开心的一个状态 然后去自己打打球 每天给自己制定出一些必要做的事情 去填补充自己乱想的那些事情 我觉得就会很好 人就怕自己呆着乱想 所以这样对你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有帮助 对 小朋友一下就抱住我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一下就推他了 我说这是另外的价钱 有一些原因吧 一是我自己很喜欢这种语言上的幽默的方式 再一个就是 有梗也是因为 说话现在有很多媒体 就大家会给这个流程 给这个方案 我自己看完方案之后 我会觉得有些无聊 就大家投入了这么多精力 又去摆机器 又去调灯光 又这么多车马 人流的来回 费了这么大的精力 如果弄出一个不痛不痒 觉得很无聊的一个东西也挺 浪费时间跟精力的没有必要 那我就自己去 可能会提前拿到这个方案去想一下 我想这个地方 我说一句什么话会比较有意思或者精彩 并不是就是大家所看到的所有的有意思的点 都是我现场一定要记性 只不是我希望能对采访我的人的负责 然后我希望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回馈 让大家觉得看你的这段视频是有意思的 我在你身上花的这个时间是值得的 而不是就很好像他也没说什么 算了 如果少量的话我是可以接受的 或者能够去让我有一个很发展性的一个思维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帮助 但其实大多数做下来都是比较大同小异吧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就像是一个完成工作一样 就必须得有这么一个环节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再怎么去想这个有意思的答案 其实也很难 后来就尽量的去减少吧 但我希望如果我做快答案 大家希望听到的答案也是希望有一个反转 像一个小包袱一样 那我就尽力的去想 如果想不出来那我就不做 其实那是我职业山峡的一个起点 我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转折 我希望提醒自己 我觉得老天爷给了我这样一个机遇 让我去做了演员 那我相信我应该去好好尊重我这一条道路 然后应该去认真地去对待我这个职业 就一直在提醒自己 这是我随山下的起点 我们要去对得起这个机遇 会话嘛 因为人生不同的阶段 可能感悟也是不一样的 但这也需要一个点吧 我觉得我人生不顾了下一个阶段 然后肯定也是会跟我的角色 或者跟我的戏有关的一个点 我们会转换一种 我们会想化